大家好,我是Ivan 大家好,我是Jin 欢迎回来到我们ZFounder的频道 那今天的节目是由DoseOff 还有ZFounder一起联合赞助 那今天Jin其实我要跟你讲这个故事 一个好的父母可以影响孩子的一生 那天我有分享给Jin一个视频 有个美好的未来 我的儿子心里特别强大 他学习成绩这么差 既然能吃能喝 能玩能睡 刚来走向社会之梦 一个人心理强大和情商高 这是成功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各个老师的心情促误和培育 我的孩子竟然有收银的口气点了 看到我的孩子也在一天天的进步 我认为他以后有可能成为 有收银 So in short 那个视频是这样子的 中国啦 中国视频 然后我就觉得很sweet这个视频 他爸爸就站在台前就讲 我知道我的儿子的成绩很差 拖累了全班的平均成绩 可是我很感谢这边的老师 他至少有让我的儿子有几科 是有进不了的 就进不了30分还是40分这样子 他爸爸就很brow 他就讲说 虽然我的孩子成绩很差 但是我的儿子心理素质很好 我相信我们出去社会就需要这样子的能力 我就会觉得 哇 这个爸爸 讲了这样的话 下面孩子都直接 真的 很开心的 你要不让那个拿第一名第二名 把孩子怎么办 就我这样努力是为了什么 怎么显得我没有心理素质 不是啦 就为什么我会跟Jing想要聊这个话题 我想要聊就是反脆弱能力 我相信在我们中学的时候 还是大学的时候 你有听过草莓族吗 没有耶 什么样的草莓族 草莓族哦 in short就是他会讲哦 草莓嘛就是心很软的嘛 他就讲哦 现在以前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我们还没有出来社会嘛 90后 就很多就讲 90后跟00后哦 就是草莓族来的 一点点压力就烂了的 不可以承受到压力 他们就是不可以骂的 所以这就叫做草莓族 我们不要comment 我们不要讲这个人讲的对不对 可是我要想讲的就是 反脆弱的能力 为什么我特别想要讲这个啦 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传统教育 很多时候会把滑小啊 我不要讲马来西亚还是什么 滑小的话 很多时候他会讲 你今天有没有考100分 你有没有考90分 然后那个教育的情况就叫做 你要答对题目 而不是鼓励你去试错 所以还会导致有很多小孩子哦 从小就讲 我这题做对不对啊 这个对不对啊 那个对不对啊 你让我想回去一个阴影 就是我记得有一次 道德考试吧小学 什么 88分 很好啊 不敢回家 为什么 88分为什么不敢回家 全班最低啊 因为道德考试是最容易 没有没有 就我的班级一项以来 小学中学都是精英班 第一班 那我朋友是100分是common的 很normal 98分是大众分 如果你拿94 96分 你都有一点不normal 88分是全班电尾 所以那时候我就会 很怕回家 对对对对 我觉得滑小有这样的问题 就会被苦力人家去试错 你就很怕咯 然后你就错一点点 你就会很怕死 然后我就有想到 如果当下我的父母会这样子 我爸妈是没有太过追踪我的分数的啦 他们不会讲 你一定要拿多少分 是同peer pressure 然后如果你好像少过60分 那老师就会拿腾条出来 其实我现在想回来 为什么我少拿60分你要打我 就如果你给我下孩子 就是为什么我少拿60分你要打我咧 我只是答不对这题 证明是你教不好 你应该打回你自己 为什么你要打我咧 不是咧 我就觉得这样证明是老师你教不好 他都吸收不到嘛 不是咧 所以我就觉得 为什么那小孩子答错你要打他咧 如果你教得好 他答对 这样才是正常的吗 为什么他一答错 你就要马上打他 所以我就不明白在这一点 然后 That's why 等到我们就一直持续性这样子下去了 你会发现到 华人是很怕犯错误的 我们只会follow这大众 就讲我说对不对啊 这东西对不对啊 真的啊 错啊 哎哟 死定了哦 可是你给外国人 好像我的老公的家 他们是有那种外国亲戚啊 他的小孩子 联合国状态 联合国状态 他们家小孩子 就是直接来 我的有一个亲戚 他的这个 muscle是很大的 然后我就讲 他是做什么 怎么还跟女孩子这样子 你看连我都会有这种 观念哦 然后我就讲 哦 他是做那个游泳教练的啦 他是有教过那些 Olympic的 很厚哦 他教Olympic啊 Olympic的冠军 然后他还有考certificate啊 然后他去 他专门教那些 Dartin啊 去学游泳的 然后我就来 哇靠 他赚的钱可比我还多 有这样的亲戚 真的是很顶啊 他是 exactly 是很那种外国人的那种style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儿是讲 我女儿是学boxing的 你可以想象一下 十岁的女儿 然后想 Gina你的女儿送给她去学boxing 我就 什么学习啊 然后你就讲 可是他们很鼓励她小孩子 去发挥出她自己喜欢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给我妈妈 她就讲 女孩子学什么boxing 神经病啊你 她就这样子讲 女孩子就学那些钢琴啊 这些东西就好了啦 我觉得这是 华人传统的想法 对 不鼓励你去试错 然后我们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你要读什么 艺术家哪里可以哦 你确定吗 那里可以活哦 读finance 读lawyer 做doctor好 我以前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我觉得我以前的想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 我有这样的想法以前 小时候啊 小时候 你不懂的时候 也不是说小时候中学的时候 就可能给我朋友洗脑吧 我朋友会讲 读business的人就是读报书才去读的 对对对 business有什么难 我的班是经营班啊 elite啊 全部是上stream的 所以我就讲 读什么 读business 读messcom 什么鬼 对对对 不会读书你才去读 很看不起读business admin的人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 诶 为什么人会有这样子的想法 想法 我是觉得很奇怪 像反来说 如果像Ivan分享的 那个爸爸 我觉得很好啊 因为凡事都有两面啊 你读messcom 我说sorry 现在messcom很好赚啊 超好赚 然后你知道转了一圈世界的 social media包 然后现在才人家才发现 哇 原来拍视频这样好赚 sorry咯 你已经开始了 你20年前你讲什么 我有看过一个图片哦 他就讲很整 他讲东南亚的教育呢 就是把那个小孩子的 在他很小时候 把他的翅膀剪掉 然后到他18岁就讲 怎么你没有长翅膀了呢 然后就 你把翅膀剪掉呢 你问我 我的翅膀在哪里呢 对对对 我就觉得 哇 好印象啊 所以我就讲到 当这群小孩子就像我这样子啊 当被出了社会了过后 你出去社会被社会毒打的时候啊 你很难会有反脆弱的能力 反脆弱的能力 对我个人来讲 在打工的时候就是 可能老板骂你一点点 你就很纠结 那个人这么骂我 哎呀 怎么我今天做错东西 哎呀 怎么我这样笨 我不应该做这种错误 可是其实对你来本来讲 就是一个人做错了事 然后我要表现给我大老板 看我有批评了他 我就做了这个batter 所以你啦 你的解决方案是什么 如果人家来讲你 我以前啊 我会 现在啊 现在我不会管他 哦 你就直接ignore 我会直接ignore哈 就 呃 没有关系啊 我做错的前提在于 我有本事做错 我做错了过后我还会zup 你做错了过后 你没有本事zup 所以你才会zup 我的话 我觉得我自己还蛮奇怪的 为什么 就是当我看到有这样子的 comment的时候啊 我会做更好给他看 哦 我不会 对对对 就会我会觉得说 可能会有人 就以前啊 我做小红书记的账号的时候 就有人讲 你分享这样 就我的朋友啦 也不算太熟的朋友 他就讲 你做这样的账号有流量吗 这个是一开始他讲 过后流量开始来 七千八千多分 他就讲吗 他就讲 你这个 这个 有钱吗 有钱吗 有变钱吗 然后一点七万分的时候 开始变现的时候 他就讲 可以赚多少 你这个故事吧 我是讲别人的故事 你自己的IP出到吗 然后当我做 ZFounder的频道的时候 八千分的时候 他就自己有什么东西这样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个人会一直 不可以说我不在意 我在意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人 但是说我不会让他 影响到你要做的事情 可是反而我会 做更好给他看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的心态 也不是很好 你会很压力 我觉得反而应该 学一学Ivan这样子 我之前在做SUSE的时候 我是像ZIN这样子的 因为我在银行嘛 你不好的话 你就一直被老板 丢住来讲 因为我是女老板 他一定专门丢住你来讲 你做错事情 他们就一直重复重复 讲这个事情了 So我就会觉得来 OK 这样我要做越做越好 然后结果有一次 我真的做到超好的 就是真的是 整个team里面的最痛 然后结果他们expective 你都做第一了吗 你接下来的八个月 你可不可以继续做第一 然后过后我就心想 为什么我要 fulfill他的一个状态 这是他的target嘛 为什么到我的身上了 我就心想 我做不做 看我自己觉得 我commission舒不舒服啊 我觉得我很舒服 这样我就不用做了啦 So another way 如果你太过在意他 你反而被他PUA了 对 然后我自己出来了过后 有很大原因 我会从银行离开 就是因为我受不了 那种PUA的环境 因为首先他不会帮我成长 第二点 根本都没有意义 你追那个number 他永远都是number 有什么意义 你就是钱在涨 然后你每天就很焦虑 所以我就觉得没有意义 That's why我跳出来 然后当我跳出来过后 我偷偷做的时候 很多很negative的comment 完全是关于我的外貌 就是他根本就不来买我的service 他们存出来comment我的东西 然后我也会很在意 然后我老公就跟我讲一句 你管他们的 他们根本都不是你对表困难 你的对表困难 才不会这样跟你讲话 他只会在意 你今天有没有给到他的solution 很好的想法 对 然后我就觉得 是哦 才不要管他 很好的想法 我是觉得说 有兴趣的小伙伴 可以回去看我们前几集的视频 都有关系到这点 比如说 刚才你要 如果你要多了解 Ivan以前的这些 老板的PUA思维 或者什么东西 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 full time vs part time的那个影片 也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放工过后 你在家有做剪职 这个是否被允许的 这个你就可以去了解到 我们两个人对于 工作被PUA的一些看法 OK 然后回来到今天的这个topic 我觉得其实你老公讲到蛮对 可是我觉得 可是我同时间也觉得 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这样子的 讲是简单 做是难 对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可以 我可以relate 可以relate 因为我们经历过这样子的 可是到最后 我觉得Ivan可以 可以ignore 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 对的 你要选择性的去ignore 不管是的东西 你只需要选择对你有利 不是啊 就是它可以让你 improve的一个comment 而不是那些 纯粹来PUA你的人 就是let's say 如果今天 我是跟到一个 纯粹来利用我的 好像let's say Jean他是来带领我 我讲原来我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可是我之前有遇过一个 他纯粹是要来免费用我的东西的人 三个月后我才开始骗Ivan 前几集有讲 不要被骗 前几集有讲 没有啦 开玩笑 so that's why我就觉得 其实for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为了避免被PUA的话 所以你在孩子很小的时候 你就应该要train他 做错没有关系啦 再来做啦 你要把你的小孩子训练成 像是一个乒乓球 我觉得现在的父母都是这样 因为我们前几集有聊到 是否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想生 不想生 可以看到下面的comment都蛮positive啦 可以看到有一些父母就是讲 生容易教才难 因为他们可能 我觉得他们也摆脱了一些 原生家庭的束缚 就是他会觉得说 我以前的原生家庭是这样 可是我自己的家庭 我就不要这样 我会让我孩子觉得说 成绩不是一切 可以去追求你想要做的东西 或者说你要勇敢试错 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蛮有用的 我坦白来说 我很看好 以后小孩子的心理素质 OK 很好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边啦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下 收藏哦 我们下期再见 OK 拜拜